台北市长柯文哲宣布 各级学校5月30号到6月2号继续远居教学 但若有实体上课的需求也可以 中小学的副社幼儿园也停课实施远居教学 私立幼儿园则尊重原方意见自行决定 我们这个台北市的学童感染人数 你把国小高中高中全部混在一起算 它还是慢慢在上升 总感染人数 不过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看看 每日确诊人数就是比较细的那条线 因为事实上我们从4月底就开始踩煞车 所以事实上是这样 停课对整个在学童间的传播还是有压制的效果 所以你看看我们所有学生的台北市校园内的感染 那个数量是有被压一点下 一般来讲如果正常状况下 R10打E 等比级速上升很多 我们这个事实上是被他 因为透过一阵 好像踩汽车踩煞车 那个brake压一下压一下压一下 他就没有车子没有这样飙出去 所以我们实上也透过这个校园停课 来有效的压制的这个病例快速扩散 不过因为我们再看下一张 那我们把它分析来看 如果把不同的年龄层来看 很清楚你看高中生就 就传播更厉害 我想可能跟高中生的这个 最上面那条线是 最上面那条线是国小的 这也是这样 因为小学生在学校里面 你要求他说 说什么九宫阁 坦白讲那不太切实际 下课都完成一堆 所以很困难 所以这个还是很明显 他数量比较多 不过是这样 经过这个 我们这阵子的这种停课 他没有上升 所以在疫情相当严峻的时候 也许透过一些行政措施 按照疫情发展程度 加一些行政措施 可以稍微修正疫情的发展趋势 那也因为我们从数字上看起来 一定程度的线上教学 对疫情的扩散是有意思 所以我们刚好是这样 刚好那儿童BNT也要来的 我们看下一张 我们在这地方做一个宣布 因为在很多 因为今天我们就发现 那个儿童BNT来的以后 那个莫德纳抽单的情形非常严重 所以我也知道说 为什么现在家长都跑去要抢 儿童BNT 那才会造成这个什么预约 什么预约不到 原则上 我们儿童BNT有三个管道 一个是在学校打 一个在诊所 一个在医院 不过我想是这样 就好像在学校打流感疫苗 而且我们这一轮下来 在过去已经很 大家很熟悉 在学校打这个流感疫苗 所以我想打疫苗原则上 还是以学校为主 所以我们我也知道说家长很教育 所以我们特别有拜托这个 卫生局跟教育局合作 我们从事实上从今天开打 到下个礼拜 事实上下个礼拜只有四天而已 所以我们会在下个礼拜 最慢到下礼拜 把这儿童BNT在小学把它打完 那也为了要 有些地方 因为他是 因为他五岁以上 有些还在幼稚园 他不在小学 所以我们会在12个行政区 找一所小学 那把这个幼稚园学生 五岁以下的学生带去哪里打 大概从这个礼拜的六日开始打起 原则上我们希望说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们到6月3号以前 把国小跟幼稚园 符合标准的同学都给我打疫苗打完 因为打疫苗之后还有什么疫苗价 所以干脆是这样 我们的策略是这样 我们下个礼拜 既然现在疫情还在高峰期 我们也不想说这高峰期又一个波波跌上去 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原则上是 国小国中高中继续远距教学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中学 中小学 那原则上呢 进行这个远距教学的同步 其实也在做这个疫苗的接种 从今天开始 无论是中学的这个少年BNT 或者是儿童的BNT 今天同步都已经进行少年的接种 尤其是市长非常关心这个儿童接种疫苗 因为它是第一剂 不像中学生已经要打第三剂了 所以这个只是我们在这个下周以前 全部完成接种 所以这个部分呢 到目前为止 非常感谢教育局 跟卫生局都做了安排 那所以可以全部接种完毕 那至于说第二点是提到说 国高中 其实国三跟高三 课程大概都结束了 那他们就可以停课 就到毕业典礼为止 这个部分大概没有课程上的问题 那至于私幼 跟独立的幼儿园 因为并不是每个学生都在打疫苗 我们现在打疫苗还是要五岁以上 所以其他的学生并没有打疫苗的问题 所以原则上就恢复实体上课 那如果学校有需要的话 还是可以 经过讨论之后 取得家长的这个了解的话 一样可以进行这个线上的教学 大概这三件事 那另外有三个配套 我也顺便提一下 这个很重要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虽然采取了这个演技教学 无论是中小学 包括接种疫苗 或者是学校有定期的考试 期末考 甚至我们的技术型高中 还有一些实作的课程 那就一样来造成进行 第二个就是说 国小跟富幼 有一些家长 事实上有一些 这个生活照顾的需求 那一样可以送回学校去 那我们学校呢 同样的会来进行 相关的一个照顾 那这些经费呢 教育期都会另外补助 所以不用担心 那第三点 我们很重视就是 清寒学生 清寒学生在这个 停课期间的午餐 还有加上他的这个 线上教学的所需要的载具 跟这个网络的需求 那我们教育局呢 都会折成学校 一定要提早能够满足他们 这个部分是 有关体验课的部分 蔡秉坤接着说 针对北市有功利独立 私利幼儿园儿童BNT疫苗 也提供了12行政区接种点 5岁以上的小朋友 只要有意愿施打 都可以跟校方反应 会尽速安排接种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问郡台北报道 etry lacking 力计败